這一題學徹有考過 剛剛講過恆星有各自的運動方向 動得很慢 你看不出來 所以10萬年前長這樣 10萬年後長那樣 你大概活100歲 所以你就看不出來 假如你可以活個1萬歲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跟小時候長得不太一樣 那就可能就差一點 但是你看不出來 這題學徹有考過 如果不是恆星有各自的運動方向 那麼他們以前跟未來會長得不太一樣 好 請到電話 那麼剛剛講過 星星沒有關係 但是有些是有關係的 我們叫做雙星 古時候最有名叫開陽雙星 沒有星星的七顆星是有名字的 天珠 天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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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綠衡 開陽 遙光 好 你看看 你看到 你有看到這上面有兩顆星嗎 你有看到這裡有兩顆星嗎 有兩顆星 有名的開陽雙星 然後呢 傳說姆希臘老闆 有沒有看到山上看 能看出兩顆星的視力2.0 眼睛很好 可以傷弓箭手 可以瞄準 但是這兩顆星其實沒關係 就是湊巧在一起 這叫做視覺雙星 眼睛覺得你們兩個作伴 可是他們其實沒有關係 等到有望遠鏡都發現說 喔 因為它只有一顆喔 不是 它是兩顆星互相繞 那你很遠它也就只有一顆星 真正有關係的 真正的雙星 所以有所謂的雙星系統 有所謂的雙星系統 OK 好 周圍運動 你目前把它抄下來 我後面會講解 就是 恆星本身動得很慢 但是很有運動叫做 每天都會由東向西到北極西一圈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是因為地球在自轉 同時因為地球會攻轉的關係 它每天出現的時間會不一樣 每天會提早四分鐘升起 這個我後面都會教 我後面都會解釋 你目前就先抄下來 先背下來就好了 周圍運動 恆星每一天 會由東向西到北極西轉一圈 發生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地球在自轉 同時因為地球會攻轉的關係 所以恆星每天出來的時間都不一樣 每天提早四分鐘升起 我未來會警示 好 這個是告訴你 周圍運動 繞一圈 所以對著北極西長時間 復活就怕它造成一圈 一圈的星跡 有些拍照人喜歡拍這個星跡 繞一圈一圈的 再讓你解釋為什麼會提早四分鐘升起 我未來會跟你解釋 我未來會跟你解釋 OK 現在先不用理他 我要跟你解釋為什麼會提早 為什麼公轉就會提早 就是跟各位簡單的說明跟介紹一下 OK